圣寺圣山岛 浙江最东端的驻人岛屿 从舟山本岛坐船 向东北航行大约三个半小时后就能抵达 这座孤悬海外的小岛 曾见证过百年渔场的繁华 也曾在时光的荏苒中归于沉寂 上世纪七十年代 来自六省二市的十多万渔民奔赴圣山渔场 千帆云集 渔歌声声不息 随后东海渔业资源衰退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口外移 海上小都市风光不再 但静默中的圣山 从未停止探索前行的步伐 而是凭借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 抓住新的发展窗口 深入贯彻两山理论 以百年渔场 魅力圣山为建设目标 走出了一条渔村特色的共赴路子 都优伍军 感谢观看